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Benny是高灯钟表Crotina Watch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钟表专家 所以我们想在这边采访一下他 Benny大哥可不可以谈一谈你在这个表展看过这么多万表 哪几款特别适合推荐给我们的读者 这次发表的表也是非常多 其中一个值得提出的应该是Cartier 他的Santos发布的非常漂亮 Santos di Cartier双十区万表 即优雅与实用于一身 打磨细腻的灰色表盘 以中央指针显示当地时间 六点钟方向的小表盘 含蓄地显示家乡时间 方形表壳 表圈上六颗裸露的螺丝 杜劳践行指针 经典中的经典 Frank Muller吧 他今年发布的Long Island Master Jumper 真的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 这是一款没有指针的机械腕表 小时、分钟、日期 都通过视窗里的数字显示 放眼整个置表界 把时间和日期 全都用跳字功能显示的腕表 非常稀少 Frank Muller更大方 把这款腕表的数字盘展示出来 大大增加了趣味性 还有肖邦发布了一个Rone Blue的 那个刀的Alpine Eager 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款44毫米的Alpine Eager 尺寸相当大 但采用五级泰晶制作的表壳 不但轻盈 而且耐磨损 防腐式 冰雪般轻盈的蓝色表盘 敏感来自奥尔卑斯山脉 拥有非凡功能的机芯 获得COSE天文台认证 Moza也发表的另外一个比较普通的表 就是它的Pioneer 2nd 它的Synthric Green是非常的漂亮 拥有足够的自信 又何须迫不及待秀出品牌 这款独立品牌腕表 没有商标 没有石标 单凭清爽亮眼的翠绿表盘 就足以吸引全场目光 夜行指针和内表圈 涂附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令表盘瞬间变成夜店舞池 Parmigiani也发布了一个全新的系列 叫做Thoric Perfect Second Platinum Grey 也是与众不同 这款Parmigiani国金万表的压光表盘 以一种力文打磨的古老手工艺制作 低调却高级感满满 机芯更势不得了 以18K玫瑰金打造 几何形状的表桥以及调速机构 极简设计现代美学的代表作 想买表的朋友 不妨到东南亚高级万表零售业的巨头 Cortina高登钟表走一趟 Cortina遍布新马泰港台 以及印尼和澳洲 50多年来深受顾客信赖 这里有不少像Benny大哥一样的钟表专家 能给你最佳的购物建议 好 谢谢Benny大哥 不用谢